將那些27和9的基礎轉換成3, 就會令到那些指數變成3次方, 以及2乘N加3次方, 那裏面相成,之後再3次方就出變成3, 之後化鹹而已, 所以直接計算的話, 就計算到6N加15的次方, 那就是B的, 有些同學想會不用這個方法, 什麼方法呢? 就直接將N代某些數, 但是你要小心, 譬如你今次代1的話, 你按計算機, 那你就會這樣按, 第一樣東西, 數偏大, 計算機表現的答案就會是這個, 之後當然你就會ABCD這樣按, 而問題二就是, 你當N代1的話, ABCD這些答案, 有些答案會是撞了的, 而其中一個撞的呢, 這個會是321次方, 而你的C也會是321次方, 所以你判斷不到答案應該是B或者C這樣的意思, 所以我們的N應該要代其他數, 第二題是Changing subject, 似乎就好像沒什麼好說的, 因為第一步呢, 必定就是交叉雙城, 交叉雙城, 就留意證符號, 有沒有成錯數, 還有一路著眼就是, 我們要的新項目的Y在哪裏, 所以之後呢, 就會把它丟到同一邊, 其實寫到這裡呢, 我們就可以停的了, 因為它是一個分數, 分子應該是C加D, 而分母應該是D-C, 所以答案就是Doc, 第三題, 它就是Factorize來的, 不過通常Factorize這些數, 我們就真的不會做, 我們會看正負號, 例如, 題目裏面的-hn, 你會發覺它怎麼成出來的呢? OptionA就是敢成, OptionB就是敢成, 如主類推, 就會成成MN出來, 但其中有一些會是正的hn, 有些會是負的hn, 例如A就不會是我們的心水, 因為成出來是加的hn, 來的嘛,OptionC也是不正確, 成出來都是加的hn, 又跟著了, 我們就會將那個加的kn 看一看, 就插剩的B和D, hn怎麼成, 是敢成, 而要的是加, 所以答案就是Doc, 第四題, 這些Degree of Accuracy的題目, 首先我們必定就是看一看, 每一個Option, 前後對不對, 例如, 你Option3, 他說是少數後三個位, 你明明就是四個位, 所以肯定是錯, 不過今次呢, 其餘ACD前後都是對的, 所以我們就要看題目了, 就會發覺A不對, 就是如果你兩個有的數字, 我們就會在這裏下閘, 那就不會變成為0.051, 所以我們就會在C和D那裏選, C和D呢, 譬如C, 它說四個有效數字, 第四個二十數字和第五個中間落閘, 那發覺四寫五入呢, 答案就是前面那個0.05, 045而已, 所以答案就是C, 第五題, 我們只是看第一條色線, 全部乘2, 小心正負號, 對面都要乘2, 變10, 之後若選, 你會有X大過9, 原來這條數字就已經做完是A, 原因是因為中間兩句的conjunction是or, 而我們已經有的就是X大過9, 已經是ABCD裏面, 四個option, 範圍最闊的那一個, 所以就是A, 第六題, 留意一下, 等好左右兩邊, 其實這樣寫的話, 它都是perfect square, 左右兩邊都是perfect square, 兩邊都可以不要二次方, 不過如果右邊加回正負, 所以那X, 很快就算到就是K加減2K, 所以會是K加2K, 就是3K, 或者K減2K, 就是負K, 所以答案會是C, 第七題, 它要我們找的是XX of symmetry, 那就是找現在這一條線, 譬如, 又或者我們有背色的話, 我們就會知道, 其實這一個就會是, 它這條色裡面的, 負A over 2乘負4, 那就是A over 4, 那就是找到A就搞定了, 圖裏面有兩個資料給了我們, 一個是Y intercept, 一個是其中一個X intercept, 所以我們很快就會知道, 其實那個B應該是負10的, 至少我們會將這條色, 可以變成為Y等於負2X square, 加AX減10, 之後再將那個X intercept, 那個1到好0, 就代下去, 就會有現在這一條色, 我們原來可以計到A, 計出來A會是12, 那又從一開始說, 那個X intercept應該是A over 4, 那所以答案就是3, 就是BOY, 第八題這一條, 就沒有什麼特別做法的了, 其實都是要兩邊expand and simplify的, 那還有你留意, 題目沒有要求我們找ABC各字的數值, 是要找他們的比例, 那所以兩邊compare, X的coefficient有這一條, 兩邊compare, constant會有這一條, 去到這裡就要小心, 例如A比B, 究竟是3比2, 還是2比3? 是2比3, 之後停一停, ABCD四個options裡面, A比B是2比3的, 有A啦, B啦, C靠X, D也是靠X, 然後A比C會是多少? 是1比2, 還是2比1呢? 是2比1, 那所以我們查證的, optionA和optionB, 我們會圈個A的, 第九題, 它給唯一一個資料就是, F-1等於0, 所以我們回到這裡, 我們就會有, 應該可以找到個K, 如果K會是-1, 而答案, 相等於F-1, 那所以, 我們就會找到, 答案會是-2, 即是D, 第十題, 因為它說它買兩輛車出去, 然後有一輛是賺30%, 有一輛是虧30%的, 那這兩個比較都是, 對於那個cost, 那所以呢, 我們可能, 當個cost 是C, 那所以, 第一輛車, 它的售價值應該是1.3C, 而第二輛應該是0.7C, 之後, 要留意這兩個cost, 當然是不同的, 兩輛車是不同的, 那所以呢, 那些呢, 我們就會計算到, 所謂兩輛車各自的cost, 因為那輛車, 大家都一樣, 另外, 那個total income, 因為現在要找的是, overall, 賺同時的金額, total income, 當然就會是, 這個80080乘22, 兩輛車都是賣這個價錢, 而這個total cost, 就是上面這兩個損失, 運算員的答案, 會發覺是這個數, 起碼知道是什麼呢, 它是虧的, 那所以呢, ABCD裡面虧的, 似乎是A的, 第11題, compound interest, compound monthly, 那就5萬元, 放一年, 利率是8%, 但是monthly, 所以除12, 攀開12份用, 然後一年呢, 計12次, 這個是amount, 但是他問的是interest, 所以減回原先的本金, 就是這樣而已, 計出來的答案呢, 大概就是這個數, 而因為呢, 他說是correct to nearest dollar, 那所以我們就會圈個D, 第12題呢, 經常會錯, 他問我們scale, 你要搞清楚scale, 本身是沒有單位的, OK, 因為on the map和actual, 那兩個應該是一個similar figure, 那所以呢, scale的二次方, 就是對應邊場比例的二次方, 會等於on the map的area to actual area, 好,之後我們就會開方, 而開方的時間呢, 除了36 over 900, 這個數我們會直接開方, 變成為0.2之外呢, 其實cm和m我們都會開方, 變成沒有二次方, 之後我們就會見到, 其實0.2cm照寫, 我們會將1米變成為100cm, 這樣單位才可以抵消, 因為一開始我們說什麼, 我們說scale是沒有單位的嘛, 所以最終的單位必定會抵消了, 按計算機是1 over 500, 所以答案是c, 13, 按題目比的資料呢, 寫一條關於xyz的一個等式出來先, 之後, 逢親這一類數, 我們原先將k, x,y,z, 都當做1, 然後新的,k不變, 因為k永遠不變的嘛, 好,y decrease了64%, 所以由1變成為0.36, z增加了25%, 由1變成為1.25, 所以我們可以解釋x出來, 而這裏呢, 我們將x, 我們make the x be subject, 就會x是這個, 所以x的計法應該是, z乘開方y over k, 即是0.75, 由1變成為0.75, 當然是decrease, 是25%, 第十四題, 我們通常會, 首先找x intercept, y intercept, 和slope, 一般我會寫x1,y1, 和m1, 好, x intercept, 會是-b, y intercept, 會是-b over a, slope會是-1 over a, 從圖看, 我們會見到x1在這裏, y1在這裏, 即是x1會是大過0, 而y1會是小過0, 但是大過-1, 而slope似乎是正數來的, 那有什麼啟示呢? 就令我們知道b是負數來的, 而a似乎也是負數來的, 根據這兩行, 好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判斷到, option, stament1是對的, stament2也是對的, 所以已經可以, 將沒有一二的就插了, 即是b和c, 最後, 未用到的似乎是, 這一幅, 而因為stament3是關於a和b的, 好了, 寫出來, -b over a, 大過-1, 首先我們想不要兩邊的負號, 不等好當然要調轉, 然後兩邊我們想乘成a倍, 小心, a是負數, 所以不等好是要再調轉, 所以左邊是剩下b, 右邊是1乘a變成a, 不等好調轉了, 所以stament3也是正確, 所以答案是, 第15題, 他問下面這個圖, 他是一個正的白邊形, 但是他卡拉卡拉有顏色, 反射對稱軸, 正常, 你是正幾多邊形呢, 就有幾多個反射對稱軸, 但是很可惜他卡拉卡拉有顏色, 那所以呢, 原先的這一些, 就不會再是對稱軸, OK, 就剩下原先的一半, 只有四條, 所以答案就會是, 第16題, 這些圖裏面有一個半圓, 他說尺寸是3, 所以半徑就是1.5, 對吧? 我當這裡是一個中心, 所以如果他聯合C點和中心的話, 我當是G, 所以AG和CG都是1.5, 另外題目就會說, AC是2, 就問我們Area of Shader Region, 那所以呢, 我們用我們計數機有的舊 Program 2, 就可以找到這個角, 甚至乎這個的面積, OK, 好, 而因為我們是要找, 因為這個是Segment來的, 那個Shader Region, 我們是沒有Segment的公式的, 必定是Sector面積減三角形面積, 好, 那我們按, 舊 Program 2, 入的次序是2, 1.5, 1.5, 這個角度呢, 就會是38點幾度, 而這個三角形面積呢, 就會是這個數, 那所以呢, 而同一時間, 這個角就處在我們Memory, 變成D那裏, 那所以, 我們寫公式, 寫一個算式, Sector, 那就Pi R Square, 乘回那個角度, 那我們就按D over 360, 之後就再減回那個三角形面積, 直接按這個式, 就會出到個答案, 答案會是B, 17, 那就有個這樣的Solid, 上面是空, 下面是Hemisphere, Common Base, 給了些什麼資料呢, Radius, 3, 空的Height, 4, Total Surface Area, 那3,4, 當然是5啦, 上面Curved Surface Area, 就會是Pi R L, 所以Pi R L, 而那個Hemisphere, 本身就是Hemisphere, 本身就是4Pi R Square, 那所以一半就是2Pi R Square, 小心啦, 因為這個Hemisphere, 是沒有了個底的, 所以是2Pi R Square, 就已經OK, 那所以會是33Pi, 第18題, 圖裏面有個Trapesium, 上下是平衡, 然後有些比例給了我們, 這個是2, 這個是3, 但是他說E點是Mid Point, 所以我們可能寫, 就不要2和3, 就是本身是4和6, 我們就可以避免了, 有少數, 那我們可能就會刷回6X, 之後提到題目給了, 圖裏面一個面積我們, CDF, CDF, 就會是36cm2, 要我們找整個Trapesium, 那這裏我做法會是, 找這兩個高度的比例, 上下這兩個三個人是相似, 所以就會是4H和3H, 題目給我們唯一一個三個人面積, 就會是底乘高除2, 就會是36cm2, 那會得出, 雖然不知道H各自是多少, 但是它乘了會是8, 那而那個梯形面積, 就是上底加下底, 就是10X, 乘高就是7H, 除2, 那就會是35XH, 即是280C, 但是19題呢, 有個圓形, 他說這兩條線是相等, 另外這兩條線是平衡, 給了一隻角我們, 74度, 但是不是A center, 也不是A circumference, 所以用它的話呢, 通常是用 angle sum of triangle, 或者X TV angle triangle, 那可能怎樣做呢? 可能就是這個X, 所以這邊也會有X, 等於腰三角形, 之後就是這一隻也會有X, 原因是因為平衡線, 我看到的 angles, 之後呢, 其實這一邊也會有X, 原因是因為 angle in the same segment, 哦, 所以原來X是可以計算的, 兩倍X就是74度, 因為三角形的外角, 所以X就是37度, 而我們要的答案, 是不是在這個三角形裡面, 其餘角已經知道了, 所以我們的答案呢, 只不過是180, 減三隻的X, 所以答案就是C, Baring of P from O, 就是S86度E, 那就是這一個是86度, 另外, Baring of Q from O, 就是N32E, 那所以呢, 這一隻就會是32度, 所以我們的反應就會知道這一隻角, 另外它說, Equidistance, P距離O和Q距離O是一樣的, 就是這兩個雙等, 要我們計算的是Baring of P from Q, 所以我們會在Q打十字, 如果圖沒有騙我們的話呢, 那個答案應該就會是S, 某個角, 然後E這樣, 所以似乎A和B不會對, 好, 而紅色那隻角呢, 180, 減32, 減86, 即是62度, 而因為它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所以另外那兩隻腰角, 會是59, 好了, 最後, 我們會知道這一隻呢, 你用Z, 就會是32度, 那所以剩下丁堆這一隻, 就會是59, 減32, 即是27, 那所以答案就是多, 第二十題呢, Statement 1, 2, 3, 關於一個 regular polygon, 第一句, 它說明N是10, 然後它說Number of Danganus是10, 但是留心, Number of Danganus, 是有公式的, 公式是Nc2-N, 或者你會化鹹的話, 是這個, 而第三呢, 它說旋轉對稱的order是10, 那記住了, 即是N也是10, 所以13呢, 是同時對的, 那所以答案呢, 一是, 就只是2對, 一是就13對, OK, 而其實我們會知道呢, 對角線呢, 10是不正常的, 不會有10的, 那答案就是C, 那我們發覺做這些數, 其實我們可能連題目上面講, 給的資料是完全不需要用, 都計算了一個答案, OK, 那為什麼說2不會對呢, 其實你發覺, 即是如果你認識這個, 當然你要是知道, 你代的N是某些數, 如果你代的N是5的話, 那麼所謂Number of Danganus 就是5, 如果你代的N是6的話, N是9, 代的7的話, 答案已經14, 如果N越大呢, Number of Danganus也會越大的, 那所以不會有10條的意思, 而當年也是這條呢, 是第一次出Number of Danganus, OK, 第22條呢, 他給了有個三角形三條邊的比例, 那其實呢, 他就說8比15比17, 其實你可能可以查一查, 其實他是不是只有三角形來的, OK, 事實上呢, 他就是, 不過他是不是, 我們不需要理會,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有舊Program 2, 雖然他比是比例, 但是我可以真的當邊場是這些數字, 他要找的是cosA, 和cosC的比例, 那所以我們舊Program 2入什麼呢? 我們想出個角A先, 我們就按15, 然後想出個角C, 就按8, 最後17, 因為三個都是邊場, 所以全部都是正, 好了, 之後我們A, B,C就會是三條邊, 而D, X,Y就會是三個角, 而我們的答案, 就會是cosD除cosX, 之後你只需要一路跟著按, 走完整個Program, 之後跳出去, 就cosD除cosX, 你就會有個答案是8 over 15, 即是A, 第23題, 這題目, 很多同學喜歡代數, 其實就有水槽風險的, 其實如果你真的代數, 最好, 這次X在1st Quadrant, 最好呢, 你就代兩個X, 有一個呢, 就是小過45度, 另外一個呢, 就要大過45度, 每一條statement, 代了這兩個數下去, 兩個答案都對的, 才可以說是對的, 不可以只是代一個, 也盡量不要代一些special angles, 但是我這裏做就不代數了, 因為其實這裏中二中三的一些identities, 其實1呢, 其實就是中二中三有教, 直接就是一個identity來的, 所以1是對的, 所以查了個C, 然後2, 他講的就是sinX-cosX, 是不是一定小過0? 這個不是的, 他們在45度的時間, 他們和cosX的大小關係會轉換, 所以2不一定是對的, 那2不一定是對的, 所以我們查了個A和D, 答案就好, 第24題, 那就說, 有兩點座標給了我們, AB, 移完之後, moving point P, Equidistance, 所以必定是perpendicular sector, 他叫我們找一個perpendicular sector的一個creation, 那所以呢, 怎麼找呢? 當然找me point先, 對不對? 雙加除2, 雙加除2, 好, 之後, 我們按夠program 1, 去找slope, 找AB的slope先, 那叫他怎麼按, 那就是會在2點的XY中間加個1, 那所以就是按這六個數, 夠program 1, 他出來第一個答案是-3, 那所以slope of AB, 是-3, 所以我們那條locust的slope, 會是正1over3, 那所以我們已經可以打一些交叉, 打了D, 做交叉, 之後, 將這些, 剩下的ABC三個數, 代個32下去, 應該只得一條線, 是會穿過32的這一點, 那一條就會是A, 其餘BC不會穿過32這一點, 第25題, 他給了一個圓圈給我們, 但是留意, x2次, y2次是前面的2, 所以我們要找任何東西, 中央, 中央的G與處理, 必定要先除了2, OK? Hummer,什麼都不要管, 先找中央, 他有說中央是G, 所以就會一斗好-2, 而正常的中央, 你已經不用找的了, 一肯定是錯的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再找的話, 就會是中央, x,y2次方相加, 之後減回H, 還要開方筋, 很明顯, 開方筋裡面是分數, 那答案怎麼會是5呢? 好了, 所以呢, Statement 2就不需要看, 那就看Statement 3, 他就說, 考慮3點, 有一點是G, 就是中央, 一斗好-2, 然後他本身給了2點, P和Q, 好壞不壞, 他沒有說P和Q, 是不是在絕形上面, 諸如此類, 我們都未必想去找, 那怎麼辦呢? 3點就是三角形, 之後他問我們, 各國PGQ, 就是這一隻, 哦,這樣, 那我們就找了邊場去, 找了邊場去, 那就用Distance formula, 2點2次方, 加4點2次方, 5點2次方, 加2點2次方, 當然全部要開方筋, 3點2次方, 加2點2次方, 之後, 你就用舊Program 2, 因為你要找的是這隻角, 你入先的, 必定是這一條邊, 之後, 因為全部都是邊, 所以全部都是入正的, 那你入的應該是開方29, 然後那兩個次序就沒什麼所謂, 開方20, 還有開方13, 而我們的答案呢, 就是出來的第四個數, 就是八十二點幾度, 那所以呢, 不過90度, 他八點幾度是AQ Angle, 他說是AQ Angle, 所以三是對的, 所以答案應該是, 查剩下的那個, B, 23都對的, 第26題, 箱裡面就抽, 有七張卡, 我們同時間抽兩張, 那這些呢, 其實如果你不想想, 就劃表就可以了, 留心了, 他說同時間抽, 那是什麼意思呢, 那兩張卡的號碼, 是一定不會重複的, 所以我們畫完表之後呢, 那條斜線呢, 我們就查了它, 很多同學就不喜歡, 畫表, 就嚴犯, 但如果畫表呢, 其實是不用計, 不用想的, OK, 他要求是怎樣呢, 還有, 記住, 打斜這裡, 1,2,2,3,3,4,4這些, 不可能發生的, 因為抽卡是兩張同時間抽, 好了, 那所以呢, 那份帽是什麼呢, 那份帽就是, 6乘7, 就是42, 那你什麼都不做都好, 都個C和D大拋差, 無論如果那份帽, 不會約成為49, 而他要的, 是, 是the product of two numbers, 是on number, 兩個數成為, 是單數, 那所以呢, 意思就是, 抽出來兩個都以為是單數, 那你就慢慢數, 兩個都以為是單數, 起碼有, 雙數那些完全不需要想, 那你就數一數, 那這裡有幾個粒, 那這裡是有12粒, 那按一按機, 那我當成為a, 2乘7, 題目給了, 這裡是有9個數, 他們的min是8, 5是14, 好了, 本身14呢, 這裡只剩下一個, 但是呢, 本身5已經有兩個, 意思是什麼呢, 剩下的xyz, 起碼有兩個14, 那所以呢, 我們可以把第三個數出來的, 因為他給了min是8, 那既然min是8呢, 這些數加起來, 我當x,y是14, 14,14,14, 然後我當z是微子, 那所以加起來就是, 它說的min, 成為一個個數, 那這裡可以計算到z的, 個z應該是3, 好了, 那所以呢, 這裡真真正正的那9個數呢, 我們就知道了, 他問的是那個median, 這9個數的median, 那我們就順次序排好它先了, 而9個數有沒有中間那個呢, 是有的, 就是第5個數, 那所以median就是6, B, 好, 27題有個scatter diagram, 散點圖, 而這些呢, 出称MC, 你這樣看option, ABCD, 逢有variation的, 就必須打交叉, 因為variation的條線是很精確的, 那它不是嘛, 是散點圖來的, 所以就不會是, 從我的圖看呢, X越大,Y就越大, 所以就是A, 第29題呢, 就是由stilionif, 轉成為box and whisker, 好, 那其實呢, 你會見到呢, 小一點的data, 是很集中, 而如果是很集中的話呢, 其實相對地, 它就會快些, 就會完成了所謂25%的使命的嘛, box and whisker, 正常有四個, 四個, 各自是佔25%, 所以似乎呢, A和B是打交叉的, 好了, 而言之后呢, 其實你會見到呢, 越大, 甚至乎去到尾段的時間, 是極稀疏的, 所以在插剩的A和D去比較的話呢, 我們是會選一個D, 越長, 很長, 就很稀疏的意思, 第30條, 有兩個pile chart, 兩家店, 其實他就問四句ABCD裡面, 哪一句一定對, 那這裡呢, 首先你要看, 其實呢, A肯定是不對的, 因為呢, 我們中一中二教, Pile chart的時候已經講過, 兩個, 有兩個p在這裡, 我們可以比較他們的 portion, 或者百分比的多少, 但是我們不知道這兩個pile, 是不是一樣的, 譬如說, 這兩個pile, 是不是都代表一百塊啊, 或者一個大小, 是不是一樣的,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不可以直接比較他們的數值, 而A呢, 就是比較他們, Sharp X, Sharp Y的 profit, 那就沒有可能做得到, OK, 好了, 而言之后, 我們可以在左邊的pile chart, 計算到這個pile chart, 就360度, 就是360度, 就減了圖裡面有的數字, 你會發覺呢, 這個pile chart應該是34, 就不是36, 同樣你可以在右邊的pile chart, 將100, 減了所有有的數字, 就計算到K, 是16, 不是14, 那所以答案就是B, 因為B呢, 它是, 沒錯, 它都是比較一些價錢, 但是它是說Sharp X, 自己和自己的比較, 那所以呢, 它說, 它賣Pen, 和Lubbo, 的總profit, 是會少過賣Ruler, 和Pencil, 而剛剛我們計算了, 那個pile chart是34, 那所以你會將, 可以將它們, 加在一起, 上面那個是94度, 而下面那個是104度, 那所以Ruler, 和Pencil, 就是多過Pentamon Notebook, 31, LCM, LCM, 說就說最少公佩數, 但是是超霸道的, 做出這些, 必定要將, 要找LCM的pile chart, 就factorize 了先的, 超霸道, 有多少, 它會立了多少, 第三個sum of two cubes, 那就要背公式, 好了, 而你背到這個之後, 你就會發覺, 你就可以調查了C, 同樣, A這麼小, 當然不是來的, A這麼小, 應該是HCF, 好了, 之後, 調查的B和D, A加2, 應該是二次方還是四次方呢? 那我們說, LCM是霸道歸霸道, 它是有大、立大, 就不是說, 每個人都要一邊累積加進去的, 所以答案是波, 二次方, 不是四次方, 32這一題呢, 它就給了一個exponential graph給我們, 它的Y intercept, 然後就說, 如果我們把它變回Linear, Linear transformation之後, 它的圖應該會是怎樣? 好了, 其實它給了一個Y intercept, 是03, 其實相等於告訴我們, A是3, 自己想想為什麼, 另外, 從圖的形態, 我們推斷到, B, 即是B, 是大過0, 小過1的, 之後, 我們就 take log, 將Y等於A乘B的X次方, 他說, 從A、B、C、D看, Lock的Base應該是7, 所以呢, 我們就用Lock property, 就可以寫成這樣, 而之後, A是3, 當然我們要將這條線, 跟Y等於MX加C去Compare, 你就會知道, 其實M就是LockB, 而C就是LockA, 好了, 所以你按計算機, Lock73, 它會是0點幾, 即是正數, 所以Vertical Intercept應該是正數, 所以CD打靠差, 另外的Slope, B不知道多少, 那怎麼辦呢? 我不要緊, 你隨便代一個B, 是01中間的數, 例如0.5, 你按機, 這個數是負數來的, 所以對應的Slope應該是負, 所以我們就會查了A, 就剩下B, 33, 16進制, 那這裡呢, 首先, 一個數, 一個位, 兩個位, 這裡有兩個數, 好了, 那譬如看, 11, 不是11, 是11, 你將這個16進制化成10進制, 按機, 即是按機也好, 大家看一看都知道, 應該是17來的, 所以CD就是打靠差, 好了, 究竟是A, 還是B, 16進制的A, 其實是10, 所以當我是A, 第34題, 他問我們Lock, 是A,B,C,D, 是哪些數, 而題目裏面呢, 問我們Y, 是什麼數, 而題目裏面呢, 有些LockY在這裡, 那所以呢, 什麼都不做, 一個B都打靠差, 因為那個4, 負4, Lock負4是不行的, 所以打靠差, 好了, 而之後, 其實我們可以, 將一條色這樣寫, 將它由三條色, 兩個等好, 寫回到兩條色, 用了少少Lock的Property去化解, 之後我們可以這樣寫, 而我們不斷這樣寫, 純粹是因為我們不想下手計的, 或者Z, 那之後即是怎樣呢, 那, 好了, 我們就代數, 例如, 我們代個100下去先, 例如, 我們代100, 我們看到A和D都是100, OK, 那如果100不行的, 那C就答案了, 如果100適合的, 就看看萬分之下行不行了, 好了, 那怎麼辦呢, 我們譬如代100, 上面這個一色, 下面這個叫二色, 哦, 我們把Y100落一色, 那你會發覺算出來, 那就會是四, 那同樣你會將, 你再將Y等於100, 代到二色, 看看X square會是多少, 那你按機, 你會發覺X square會是16, 咦, 那不就是一樣, X是4, X二次就是16, 哦, 那所以100是OK的, 那所以你會將C大交叉, 然後照版主要本, 我們將萬分之一, 代到Y, 你就又按機, Log的萬分之一, 其實是-4, 那所以你的X是-2, 然後呢, 你代到二色, 那你的X square呢, 就會計到4, 那所以又OK, 因為如果你X是-2的話, X二次方就是4, 那所以我們發覺, 100OK, 萬分之一都OK, 所以代到就是D, 當然這條可以直接做的, 那但是很多時候我們自己做, 可能未必懂得做, 就會選擇這樣去做, 少少輕強化的選擇, 去代數用計數機, 這一條, 那當然我們就, 相等於說, alpha、beta, 就是這一條, 就是這一條, 然後我們就直接按計數機, 我們按的是Formula01, 希望它有答案, 不是Math error, 又或者其實它問的是, alpha乘beta, 就是product of root, 那所以就是, c over a, 就是-5, 那所以就會是, 你可能按機都不用按, 因為它問的是, alpha乘beta, 實在太簡單了, 而之後年份, 檢查的數字, 沒那麼簡單, 好, 36, 它問的是, 只是real part, 只是real part, 那記住了, 這些i的次方, 單數才會有i, 雙數就變成1, 或者-1的, 那所以它問的, 只是real part, 我們就只是看, 雙數次方咯, 之後你就轉模式咯, 轉complex mode咯, 即是Mode2咯, 然後你就直接按這個咯, 即是當你什麼都不知道的話, 那答案就是個2咯, 即是A, 就算你真的不知道, 你將整條題目, 直接按36部機在那裡, 你只需要看real part, 那都沒有問題的, 那記住咯, 你按I的時間咯, 你次方, 只可以按二次方, 或者三次方, 四次方, 或以上, 譬如四次方, 你按四次的I, 37題這些, 其實呢, 我們可以用舊program 1, 就已經OK的了, 但我們就說, 記住, 我們的前期功夫寫好些, 寫好, 一式, 二式, 三式, 四式, 然後再寫好, 按夠program 2時間, 每一條應該按什麼數, 寫好這些, 前期功夫呢, 到我們真的, 開始按機的時間呢, 就會暢順很多了, 好, 之後, 就說, 寫完, 四條裡面, 其實會最多有多少個膠點呢, 其實呢, 就最多是六個膠點, 好, 之後就可以開始按, 叫program 1, 信心有的呢, 可以改了program, 進入objective function, 3, y, 減4, x, 加15, 下去, 那你按得更加順暢, 好, 首先第一個, 是1, 2, 這兩條式, 答案就會是2, 0, 對應的value是7, 留意了, 現在我們要找的是greatest value, greatest value, 7, 沒有這個答案, 不用理會, 之後繼續, 是1, 3, 這兩條式, 答案是25, 對應的數是22, 22有, 還要偏大, 很大機會是答案, 但不要緊要, 按下機, 那我們繼續按, 就是14, 答案是2-12, 答案是-29, 不用考慮, 好, 之後就23, 這兩條式, 答案是22, 0, 答案是-73, 那都是不會是, 之後是24, 這兩條式, 得出來答案是50, 對應的數值是-5, 最後就是34, 34的答案是64, 對應數值是3, 好了, 那我發現, 有選擇的, 有兩個, 就是選擇裡面出現過的, 就是22和3, 那你不要這麼輕鬆地, 那22比3, 那我就22了, 那還不是的, 好了, 我們要檢查, 檢查些什麼, 22這個數是由2-5這一點出來的, 是由1-3這兩條線出來的, 所以我們要將25這一點, 檢查回到24, 這兩條線, 看看符不符合這個constring, 那constring2當然對, y大於0, 它的y本身是5, 當然大於0, 好了, 去到constring4, 我們就要將x等於2, y等於5量下去, 答案是3來的, 那3當然是小過20, 所以constring4也是satisfied, 那所以22這一點是OK的, 所以答案就是c, 38 sequence, 那這個其實很明顯是一個as來的, 是一個as來的, 那譬如我們什麼都不想了, 我們純粹看看statement1先, 它說25是不是在 sequence裡面, 我們就考慮這個general term等於25, 看看算不算到一些正整數的n, 那當然就算到的, n應該是22, 所以1對, 所以bd打靠x, 然後它說, sequence有10個negative terms, 其實2不用看, 不過是做的, 那你就考慮這個general term等於0, 其實沒什麼所謂, 那這個n是一個小數, 9.5, 這樣, 那你就代替n是9, 代替n是9, 你的答案是-1, 你代替n是10, 答案會是1, 那即是怎樣呢? 當n是9的時候, 它還是在負, 當n是10的時候, 它就已經不負了, 那9不是10, 那2就是錯了, 好了, 最後一個, 因為本身只差了A和C, 其實要判斷的是statement3, 好了, sum of first n term, sn, as的sn有兩條色, 那這一次我們有general term, 所以我們必定是怎樣呢? 我們用的是頭加尾, 頭加尾乘個數除以, 尾就是general term, 反而我們未知的是頭項, 頭項就是n代1, 那就是2-19, 就是-17, 那你之後化簡, 看看答案和不同, 你發覺是同的, 那答案就輸了, 39, 39其實我覺得是最出位的了, 因為難在是statement3, 要做這一條呢, 首先你要知道本身的tangent graph是怎樣的, 本身的tangent graph呢, 原先是這樣的, 斷開一節一節, 它的period是180, 好, 它有做transformation, 它有三個, 有h, 有k, 有2, 好, 而相對於平常我們說transformation, 就是abc, 還有d, 那所以它有的呢, 其實是h相等於d, k相等於a, 而2呢, 相等於b, 好, 那所以呢, 不算2的話, 其實a呢, 就是講他along y, 身上壓扁, 而d呢, 就是along, 就是對應2上2下的, 那所以相等於x和k, 都是跟y有關的,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就怎樣看呢? 首先我們會說, 其實h我們應該知道是2, 原因是為什麼呢? 這裡有個2, 是y的, 而這個對應的一點就是0, 就好2, 而你代替下去, h加k, tangent 0到, 等於2, tangent 0到是0, 所以h等於2, 原來h我們不只知道正負, 我們還知道是多少, 所以1是對的, 所以c大交叉, 好了, 然後我們再看圖, 本身tangent x應該一開始離開0的時間, 它會向上, 但我們這個圖呢, 離開0的時間, 去向下, 所以我們會猜到呢, 那個k呢, 就真是一個負數, 令到它沿著x軸轉了, 所以呢, 2也是對的, 那所以, 就這個b插起來, 最後第三句是最難看, OK, 好了, 為什麼呢? 其實就, 我們從這個圖呢, 它的2, 就是怎麼轉變呢? 其實它就會令到條線走快了, 它本身tangent x的period呢, 其實就會是100度, 而你乘了2呢, 是會改變了它的period, 令到period就快了, 只需要90度就OK, 就走完一個period, 而我們似乎這裡, 它的圖有的那一塊, 是遠遠不夠一個period的, 所以我們就會說呢, 那個alpha應該必定是小於90度, 那當然它會大於0度, 那所以呢, 它是in quadrant1, 好了, 那, 原來我們就已經足夠判斷, 那3是對還是不對的了, 那3是錯的, 原因是因為tangent alpha應該是positive, quadrant1, 但是k, 我們已經說, 它是負數, 是statement2, 那所以1over k都是一個負數, 那所以兩邊不會相等, 所以答案只會是A, 那40題, 那這樣就關於一個 regular tetraderon, 那當然其實是有公式背的, 那但是, 如果沒有背,那怎麼做呢? 那它又找什麼呢? 它又說, 這個 regular tetraderon的高度是2, 就叫我們找整個Traderon的 volume, 而它的volume必定就是三分之一, A, 而A就是Base Area, 那H就是現在的2, 所以我們必定要找什麼呢? 就是這些每一個的邊場, 有四面,四面看, 四面都是一個等邊三角形, 邊場是多少, 找到的話, 我們就知道面積, 好了, 我當你沒有背公式, 但是關於 regular tetraderon, 我們起碼要背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面面夾角, 當個θ, 必定是三分之一, cosθ是三分之一, 相等於圖裏面的這一直角, 好了, 如果當沒有背公式, 我們怎麼可以找到一個A出來呢? 其實是這樣的, 我們首先, 原來要找這個圖裏面, 這個H是不難的, 在紅色的三角形裏面, 在紅色的直角三角形裏面, 我們會知道, 其實H就是二除塞浪裏面, OK, 如果我們不知道浪裏面是多少, 但我們知道cosθ是三分之一, 所以我們可以強行按計算機, 找到浪裏面, 其實浪裏面也有考過的, 在其他年份, 就是這個答案, 但是當然我們就不需要這個, 你按完這個, 你按一下浪裏面就可以了, 就是浪裏面的答案, 然後二除這個答案, 那會是二點幾, 如果你真的直接按完的話, 答案應該是這個, H, 或者你將二次方, 你發覺是開方9 over 2, 因為二次方的時間, 他給你答案是9 over 2, 那就是答案是不是, 就是9 over開方2, 好了, 我們找個A, 不是找H, 好,不要緊, 這裡會是60度, 因為扔哪三個, 全部都是, 而當然, 這個會是正確, 好了, 所以我們找到A, 只差一步, 原來A, 就會是, H除了60度, 那所以, 你就將這個開方9 over 2, 除了60度, 當然都是爛數, 我又二次方回去, 發覺原來開方6, 好, 找到哪一場, 剛才就說, 應該會做完, 好了, 而完之後, 我們說Volume是三分之一, AH, A是個Base Area, 那我當你用03, Heron也好, 你二分之一, AB, Size C也好, Size C的角度是60度, 因為等邊三個形, 你剩下H是2, 那你按計算機就可以了, 按完計算機, 你的答案就會是個B的, 這個就是說, 如果你不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公式的話, 就會是這樣, 那其實, 所謂公式其實是怎樣呢, 那原來是對於Base Area, 我們就說, 那個Tetration的高, 和那個邊場, 我當是A, 正好用開, 原來是有這個關係, 那所以, 如果你認識這條式的話, 其實你一開始就, 用這條式, 代回二系的H, 直接計算到A, 那你就可以直接用回, 這裡開始就可以按方法03, 找到底面積, 成一個高, 那就做完了, 但是前提是要你, 知道, 或者背到這條式, 41, 他說, 圖裏面有原心, 還有Tan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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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Angle Bissector, 他說AB, 是Angle Bissector of角, CAE, 所以會令到我們知道, 這兩隻角會相等, 好了, 還有Tangent, 還有Tangent, 另外, 我們很想會怎樣呢? 就聯合這條線, 如果是因為, 如果這個X, 這個X的話, 其實這一隻, 也都會是X, Angle in alternative segment, 而其實呢, 又不用X, 其實X就是, 一二四度除二, Angle at center, trace angle circumference, 所以62度, 那個X是62度, 而其實呢, 我們加完BC這條線之後呢, 其實有等Y3個人的嘛, 那所以其實粉紅色這個角仔呢, 我們計到的, 是180-124除2, 即是28, 所以我們題目要求的答案呢, 就是62-28的, 即是34, 42呢, 一看題目, 肯定就是用舊計劃, 4啦, 應該, 即是圓形直線相交的位置, 好了, 但是其實原來不用住, 他題目就說, 找X的, 找K的範圍, 就令到圓形和直線有相交, 有相交, 沒有說幾多點, 那所以, 如果你是用手做的話, 你用, 你最後, 左帶右帶, 用Delta的話呢, Delta應該是, 大過等於0的, 那所以呢, 你計出來答案應該是有等於的, 那個等號, 那所以什麼都不做, 就已經查了A和C, 剩下B, 我們就, 用舊計劃4, 記住, 現在那些答案, 和這四個數字有關, 負8, 22, 倍22, 和8, 我們按的時間, 是代正, 這四個數字, 任意一個, 怎樣入, 先入直線, 而直線入法呢, 和舊計劃1, 完全一樣, 之後再入, DEF, 好了, 這條數字的答案其實是B的, 所以我們有K, 不如試負8, 那你就入了, 舊計劃4, 你不就入3, 負4, 負8, 2, 負2, 和負7, 你出的答案是什麼呢, 答案是, 4, 5, 負7, 5, 4, 5, 負7, 5, 這兩點就是, 直線圓形的雙交點, 那就是, 對好, Tetris, 兩點一樣, 記住, 我們說做這些數字, 我們是代正題目給的, 這些數字, 怎樣才是對的, 他要是Tetris, 才對, 不需要你的題目說, intercept, 沒有intercept, 還是怎樣, 所以答案呢, 就是那個, Doc, 就是那個Boy, 就是那個Boy, 負8, 43, 當然這些題目是舊題目, 現在就不會這麼出的了, 直接按舊program 3, 那就, 他說3點是00, 012, 30, 12, OK, 這樣呢, 記住了, 我們出四心, 就是COCI, COCI, 那兩個C, 第一個就是SENFOR, 第二個出的C, 就是SENFOR, 而現在它是SENFOR, 的Y, 所以我們一邊按答案, 應該是, 第五和第六個的第六個, 就是A, 46, 那就說, 有我們排八位的電話號碼, 怎麼排法呢, 頭三個位呢, 就是排五六九, 尾五個位呢, 就排二三四七八, 那就問有幾多個, 不同的這些, 電話號碼可以JAN出來, 其實前面那三個, 就是三個, 後面那三個, 就是五個, 那你前三個和尾三個, 你前三個和尾五個都是要決定的, 所以就是乘, 好, 所以答案是C, 最後45, 好, 這裡它給你的是五個數的Variance, 小心, 是Variance, 然後就問我們, 這五個數, 另外那五個數的Variance, 好了, 那原來呢, 這兩組數呢, 是做了代替的, 這一組, 如果我叫X的話呢, 這一組就叫Y, 原來Y呢, 是等於3X加4, 好了, 這就要小心, 我們就說, 你初中呢, 就學了起碼Minimal Median, 而高中呢, 你起碼學了就是, Range, IQR, 和Static Division, 留意了, 是Static Division, 不是Variance, 好了, 那我們就說, 初中的時間, 人家說什麼, 我們就跟什麼, 所以, 做Transformation的時間, 我們是跟足的, 如果這裏是Minimal Median的話, 我們真的把原先的數乘3, 再加4, 但是我們就說, 到了高中的時間, 我們就不會聽上別人說的了, 加減不再理會, 加減不再理會, 只是你的乘數, 就是乘取, 好了, 所以呢, 小心, 我們這個新的Static Division, 講一下Static Division, 原來真的要乘3倍, 而舊的Static Division, 其實是開方13, 所以乘3倍就是這個, 所以新的Variance, 其實就是這個三, 開方13的二次方, 就是117, 這個要留意, 如果你不想用Static Division去計算, 其實沒問題, 你只需要將他13, 他13, 乘3的二次方, 就可以了, 都會得出117,